歌手陈凯穎最近跨界踩入电视台做节目 拍着邝子凡一起主持香港开电视 即将播出的《潮性导赏》团 两位都说节目开正自己那份 可以与观众分享扮靓心得 Jace和Omi在访问时互粒高舞 非常有默契 而原来两位一早认识 还是适于微时的朋友 我们其实是以前十多岁跳舞的时候 所以一来到很有默契 你今天草衣怎样?帮不帮忙? 我们的衣服没有事前夹过 很多次就是你今天穿什么? 你这集穿什么? 然后我们就大约配合主题 我们自己的感觉 没问都没问大家 但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又会中 适于微时合作起来是否会放一点呢? 节目内和节目外的感觉是我们自己 就这样闲聊的感觉 就已经有那个内容出来了 因为其实女生就是这样的 坐起来就… 你的衣服很漂亮 我也是这样的 你这样的挺好 你的耳朵很好 真的吗? 相比起Omi Jace主持经验比较少 还说笑话 从前辈身上获益良多 得到不少提点和帮忙 我先要赞赞Omi Omi很好 因为我们一天会拍四集 每天都要四套衣服 但你要知道女孩子 一趟一身一样的衣服 不是衣服很简单 是衣服很简单 Omi很精精 她每一套衣服都有准备一些衣服 然后每一套衣服都有准备一些 事兵的打底夾 然后我有什么事脱漏的时候 她可以帮我 不是 因为这个 我那个小小是职业病 因为真的是职业病 你不时之需 真的 有时做事有时 我就是欠扣针 我就是慢慢地存回来 所以为什么那个包包这么重 今天Jace的裙子松了 我要一个夹 我就拿到这些小法宝 不过其实我也是前辈 做事的时候 在他们身上吸收回来 有时你猜不到那件事 这么帮到手 我也吸收了 谢谢前辈 两位扮寧那么有心得 不过就说疫情关系 工作时间以外 少了动力去打扮 相信这个 都是不少女士的心声 我个人来说好气 因为平时工作已经 你搭这个又搭这个 一不用做事 加上疫症 带着你又戴口罩 即是我不化妆 就没人怪我 好帅上帽子 最近又冷了 很多件外套 我们把那个嗜字 我们修饰一下 我们是休息的状态 因为我们 其实有些朋友说 你一放假怎么这么嗜 你可不可以认真地见一下我 是的 但是我想告诉你 我不同了 你让我休息一下 好吗 那时候你已经是全样的 有些你真的 要让自己的皮肤休息一下 Jace最近又有新歌推出 Omi就先倒为化 已经欣赏了MV 大赞拍档作品非常好听 已经成为Jace的歌迷了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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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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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